亨利主角是一个叫亨利的人 他住在某个地方的302号室 从两年前开始住在这里 他觉得住在这里蛮舒适的 他本身也蛮喜欢302号室的生活 但是从五天前开始就发生了异变 每天晚上他都做着同一个梦 然后 他就再也无法从302号访出来了 对我第一轮子玩了七小时 但是我们开实况的话 我觉得时间会是double 因为我们会花时间讲解啊 然后 翻译啊 解释文件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至少会13小时起跳吧 那没办法 因为SH4是这么少时速的作品吗 他其实历代都大概 七八小时而已 通常 快订阅就不会有广告了哦 没有错 没有错 赶快订阅一下就不会被广告喷满脸 诶 谁在那边尖叫啊 昂昂 这房间怎么回事 你桌上是不是有一张美眉的照片 好像杂志 一堆血跟铁锈 那就是很典型的沉默之丘理事界啊 他现在 我们四代一起来就在理事界里面 但是 四代的设定还是跟前几代的沉默之丘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满多玩家 满多老玩家玩到四代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习惯 我的房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一定是因为你没有订阅啊 一定是因为你没有订阅啊 没有订阅就会被广告喷满脸 没有订阅就会被广告喷满脸 但是他的第一人称只有在家里面才是第一人称 去外面冒险的时候就变成一般的第三人称 其实我 不太懂为什么要在家里面第一人称 没有他只有在家里是第一人称 可能是为了要 营造恐怖感吧 这里真的是我的房间吗 你看一下缴费单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啊 如果缴费单上面是你的名字 应该就是你的房间吧 这里有一个老绘本 但是只有一部分 AP78安呢 小宝宝跟妈妈之间用 起带连接在一起 谁把他家搞这么买 应该是食人巨猫哦 应该是季品没有收过食人巨猫搞的 但是有一天 几代他断掉了 妈妈就睡着了 赤ちゃんは一人ぼっち 所以小宝宝 变成了孤单一人 但是小宝宝 他在希望之家交了很多朋友 大家都对他对他很好 大家都对他很好 大家都对他很好 赤ちゃんは幸福 小宝宝觉得很幸福 文件子到这里 哈密瓜被安咯 好久不见了 这里好乱啊 而且空气也好沉重 哦 我觉得斗夜痛 斗夜痛一定是信仰值不够 墙壁上有一张脸 感觉蛮诡异的 好像是一张脸 我摸摸也是沉默之秋粉嘛 第一款是三代 我第一款沉默之秋是二代 其实我是蛮后面才买PS2的 这个男的是谁的 这个 独眼的我也看得出来 这是你啊 这个很明显就是 我们这一代男主角的照片 结果他把我胸竟然认不出来 房间被贴材质 谁 谁在我房间贴材质 乱贴一通 这些都不是我的书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念书的人 好哦 诶 吃一安哦 昂昂你今天偷窥邻居的吗 还没 赶 赶快等一下来偷窥一下邻居 诶 怎样听到关键字就变黑一瓶哦 诶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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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觉得连的废墟都好干净 对啊 层默之秋的 画面会给人感觉比较脏乱一点 墙壁上 冒出的克苏鲁 我刚想说要讲克鲁苏还是克苏鲁 其实我也想讲克鲁苏 他有个废墟高 跑出一个废墟高 好 然后现在开始才是OP 其实这个画面如果搭配全能住宅改造网的音乐画 原本很干净的厨房 现在居然变得一片乱糟糟 在经过我们达人仔细的打造之下 这个家终于换人一旧 我还是不要破坏气氛好了 你们这样子我会忍不住继续讲下去哦 好 我琵琶完了 然后接下来通常就是 祝福们会开始痛哭流涕的跟达人道歉 你来祝福要讲话了 祝福讲的第一句话是 我的老天爷啊 真是一个讨厌的梦 你到时一定锁定伟来日本台 你要锁定伟来千森台啊 你觉得这次的改造如何呢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要播电话给制作单位 果然接不通 制作单位拒接 怒甩电话一波 笨然离去 来了来了来了 制作单位来了 对 嗨 救救我 什么 电话线居然是断掉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缴电话费 居然电话还能打得通耶 有点赚到的感觉 有点赚到的感觉 涌动机电话 赶快来播个 2 8 8 2 5 2 5 欸 你不给我播8码哦 播7码强制跳出耶 果然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不是你要让我 播完最后那一码啊 你没有让我播完怎么接得通打美乐呢 不给沟通耶 这么急干嘛 好哦 你看你就是因为这么急 所以才能住在这种房子里面 我们有耐心的游戏 就会让我把打美乐的电话拨完 然后告诉我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 这里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并不在意 好哦 对我都差点忘记沉默之气的人 什么都不在意了 路上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穿的蛮辣的女生 虽然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觉得她应该有220公分 你们知道洗完祖宗的人我姐姐吧 大概跟洗完祖宗的人我姐姐差不多升高 你们看其他人跟她比起来都很矮啊 都很矮 每个人都很矮 有没有 连那个尼哥 那看起来250公分的尼哥也比她矮 她走得下去了 我现在可能换个脚头盔是不是 她觉得偷窥一个角度不够 要再偷窥更多的角度 八尺大人 诶比利红安哦 上面什么 bar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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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750 好的 好 加上 打打看 553 7 5 0 唉呦有哦有哦 好的 得到了上好的杂音 刚刚那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七个号码得到上好的杂音 好哦 好的好的 那我们先议房间外面吧 这是偷窥游戏没有错啊 这游戏蛮多时间都是在偷窥的 美丽的杂音 上好的杂音 他第一人称有点难操作 感应不是很好 因为主电源没有开 所以我按下去没有反应 老兄这个你就不用告诉我 他们的物品解释有时候常会出现一些很逗的东西 比如说我前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或者是我前面有任何东西 我前面有很多东西 他说我并不在意 或者是 这个遥控器没有接主电源 所以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你其实只是想要讲没有任何反应 对不对 真奇怪 从几天前起 不管是电视机啊 或者是 录放影机啊 都打不开 那个时候还是在用录放影机 自从我做到那个 梦到那个噩梦 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哦对 他这一袋 他这一袋身上只能 携带少数几样东西 所以用不到的东西 要先把它放在家里面的柜子里 I don't care 没错 好像是某一本书的碎片 我以前有这么古老的书吗 你不是从来不看书吗 他根据解放的仪式 构筑的世界 那个世界的空间 跟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 好多人都在实况 可能是十一代为什么 现在不是应该是在实况刺客教条吗 就是 好像有买终极数位版的人 就可以先玩吧 刺客教条 倒不是说 倒不是说是在主的世界之中 主的世界 那你跟主的世界不一样 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等等 明明不应该有墙壁 许多的墙壁 然后不稳定的地板 然后有一些异形 更重要的是如果被吞噬到他的世界里面 就会永远困在那里 在那里徘徊 连死都没法死 也就是说变成ghost 有点像是 幽魂 就有点像黑暗灵魂的不死人吧 幽魂 此外在这个世界里面身上的东西最好精简 如果你身上带了太多东西 以后一定会吃到苦头 这是怎样 在简单的系统介绍 阿胜安哦 妾女幽魂 讲到妾女幽魂前阵子好像是张国王逝世纪念日吗 还是这样 这也是存档点 月下独五安哦 我记得把这个柜子推开就可以偷窥邻居 但是现在那个柜子应该还不能开 冰箱 我记得冰箱有个东西 巧克力牛奶 拿那个罐巧克力牛奶 白酒 要不要拿白酒瓶呢 拿一下吧 这白酒瓶是拿来当道具用的 应该是拿来当武器用的 我张国是愚人节那天过世的吗 五天前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噩梦 之后我就再也没法离开房间了 不管是电话或是电视 就算我大叫 外面人也听不到 我被人从日常生活中隔离了 所没法打开窗户没法打破 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 锁是从内侧锁上的 该怎么样才能逃离这里呢 不要出去 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隔壁的艾琳 是隔壁的妹子 上面有1234567891011413415个写手印 艾琳安安哦 今天明明要办派对 真的不走运啊 艾琳今天要办派对 我记得后面的写手印会越来越多的样子 怎么我们通知系统有问题吗 SNG帽你干嘛 刚刚的声音是 月下读五三十个订阅没有跑出来吗 月下读五 非常恭喜你升级为LV32 感谢你三十二个月以来订阅哦 抱歉哦 可能是 今天的通知系统有点问题 包含今天的那个Capture 那个聊天室截取完体也有点问题 嗯 我们只能期待等一下会好 不好意思哦 系统上面出了一点问题 我现在没有心情煮饭 重点是你家也没有食物好吗大哥 你家没有食物啊 你现在等煮的东西只有你自己了 科技就是靠不住 没有错 地上有一封信 这是什么 其实说错了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偷窥狂跟一个妈宝的故事 如果沙发是真皮可以煮 我看到这个样子他们家的沙发绝对不是真皮的 神区猫你挡住我的荧幕了你挡住我的荧幕了 过去一点 小胖呆 上面有很多工具 好的 他没有任何感想他没有受我并不在意 好的好的好的 为什么你们家有两台洗衣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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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一个是洗衣机一个是烘干机 OK 而且是非常非常老式的洗衣机耶 好我先去除个档 小猫里不要踩键盘小猫 过去 胖胖的 第二轮第二轮字是黄色的 洗衣烘衣跟脱水 你们现在是在讲什么 是在说现在洗衣机还是这样 上周去月梅 那边也有密室脱脱 哎对啊 好像从几个月前起就有流行一种 团体游戏叫密室脱逃 就是一群人进到一个 密室空间 然后主持人会跟你说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一群人可以脱逃这样 我是没有玩过 但是看解释觉得好像是这样 你这个应该不用翻译吧 里面好像有人 那铁馆看起来就是可以拔下来的样子 那铁馆一副就是要拔下来当武器的样子 会不会我可以从这里 走到外面了 好的好的 好我们家的食人狙猫暂时离开了 前身实况 暂时得到了安全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里啰 水管也坏了 你有没有看 请问你要把水管拔下来吗 好哦 得到一个水管 什么意思 每一代都要用水管来当武器 为什么恐怖游戏里面的水管 就这么容易拔下来当武器啊 台湾就没有啊 台湾就没有 随处地上到处都是水管 应该说铁馆 嗯 嗯很窄 不过他倒是爬得蛮顺的 一副平常就我在潜行的样子 九颗粒子安 台湾路边可以解到甩棍是什么梗 其实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玩到这一段的时候 会觉得压迫感蛮重的 但当你知道这其实只是在loading之后 就会觉得没什么了 那一头是已经的浴室 照大场景 路边可以解到银行账款 太好捡了吧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捡过 好多水管 好多水管 哎呀感谢你的续电哦 抱歉我们今天的通知系统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你为什么是坐在手扶梯上面 到底是为什么 虽然是第二次玩这个游戏 但是看到这里突然有点想吐槽 为什么你出现在异世界的方式是坐在手扶梯上面 而且他老兄完全没有想要走下来 他一点幼灾来度假的样子啊 他就是一副来度假的样子 我记得 等等我要习惯一下操作 哦 哦好 OK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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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急气哦 赶快来蓄力攻击一下 等一下接内爆 不是啊 你不是来度假的氛围吗 为什么一时间变得充满了暴力之气呢 你说说看啊 那是什么跑步姿势 你不要用这种跑步姿势 我会原谅你哦 原来是在打棒球的 他这种样子的打棒球一定会蛮累惨啊 可是我跟你们说 这一带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这一带地图是自己画的哦 我们现在一起看到地图上面的 任何标记跟任何线 都是这个男生和他自己画的 你们看 还不承认自己是来度假 气氛这么的悠闲 还自己画地图 跑跑跑 感觉可以挤住全雷达 前面有个女生 赶快去跟他搭讪一波 对随手画地图好强哦 而且他随身期待纸笔耶 你是谁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吓我一跳 我们叫小猫 Henry And you 我叫亨利你呢 这是我的梦 你却不知道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梦 你却不知道我的名字 抱歉 我们叫小猫 没错 这只是个梦 而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梦 我真想赶快醒过来 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梦 如果这不是梦还会是什么 总之我想离开这里 可是找不到出口 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找出口啊 我一个人觉得很害怕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些好康和花轮 反正只是梦 所以就给你一些Service吧 他就是一点刻太多的样子 抱歉咯 我们家的猫 把东西推下来了 我去剪一下东西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声响 如果吓到你们很抱歉 诶 你吃饱了咧 小胖呆 是不是又忘记吃饱了 哇 那边给我脚底抹油 小胖呆 他挑衅了喵了两声之后 就脚底抹油跑了 反正我觉得他等一下应该还会 过来继续要饭 巨猫知道恐怖气氛 干嘛 这位是刚偷窥窗外食看到的八尺大人吗 对啊就是他 没有错 要做一个笔链指向诱敌吗 可能蛮需要的 好我们继续 对刚刚那个砰砰声是猫弄的 你 你这什么走路姿势 哇 又在那边给我揪揪力耶 跑跑跑 等一下 大姐 大姐你可以稍微紧张一点吗 你看起来非常的悠哉耶 像天堂物理 三皮鞍 三皮鞍喔 等一下 我好想吐 这么刚好旁边就有厕所 太刚好了 太刚好了 闪到腰 结果一进去就过了两个小时 疫情破胸而出 真的很烦耶 一年后 这里有南车转了一扇自动门 跑出一只可爱的狗狗 可爱旺奖 不 有两只可爱的狗狗 三只可爱的狗狗 狗狗在吃狗狗 狗狗 你们不觉得狗狗那个舌头很像某一种糖果吗 很像一种红红的 长条的那种糖果 他们刚才甩了一下 五汤 抱歉我去喂一下猫咪齁 稍微等我一下下 因为我们家的猫咪 一直在破坏时光台的和平 等我一下喔 我记得这个狗狗其实是可以掠过的 那 直接去女厕找他看看 好的 狗狗安安 狗狗再见 大哥你的铁管刺到墙壁里面去了你知道吗 哇 好软Q的铁管 好软Q的铁管 这么软Q的铁管 该怎么 该怎么用啊 里面好像没有人 显然没有人 这里也没有人 没有人 这个奇怪的洞穴到底是什么呢 要进去吗 好喔 墙壁都是异空间 为什么回去的时候这么快 去的时候就爬很久啊 回来的时候怎么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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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又是梦? 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 难道真的是那个女人所创造出的那个梦吗? 怎么可能 我到底在想什么 她的日文字幕跟英文语音 有一些出入 有时候出入还蛮大的 所以那因为我主要是以日文字幕为主啦 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 怎么我讲出来的翻译跟英文语音差别蛮大 因为我是以日文字幕为主 他们日本游戏常这样 就是 其实剧本应该是用日文写的 但是变成英文语音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我的床 这是我的床 好哦 不然你觉得会是谁的床 难道是我的床吗? 原来是前面启动 没什么床 没打个110 1110 不可以打 乱打一通 没有任何反应 每次走过来窗户边都可以偷窥窗外 然后可以看对面的各个住户在干嘛 但是 嗯 基本上到份时间你都 请问是有两个人在裸奔吗? 请问那两个人是没有穿衣服吗? 我有看错吗? 不是有三个人在裸奔? 库里茨安咯 我想说 不是啊 他们是穿着 嗯 皮肤色的衣服吗? 但是 嗯? 好像奇怪 全身都是皮肤色 好 秋冬流行肉摄系大衣 像是人物说 super ひら 任何 fault 一堆奇行种 我记不知那片片片片 complaints 欸? 这边也可以偷窥 窗戶打不开 几天前还可以轻松打开 现在就打不开了 自从那个梦到那个噩梦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当时社会真开放 你们看 那个时候美国人真的是太开放了 不要出去Walter 写字人叫Walter 哦 怎么了 你终于想要偷窥隔壁的妹子了吗 真奇怪 好像变得有点邪 请问你要挪挪看吗 好哦 打开里面居然有一把枪 哇 超赚的 在家里面捡到一把枪耶 地上有一把枪 要拿枪吗 好哦 它是有手枪 但是我记得子弹非常非常的少 上面好像 好像有人在墙上刻了什么文章 我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 好不容易才把墙 凿成这个样子 但看来 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了 不管是玄关 窗户 或是墙壁 感觉就像是这个房间 变成了异次元 而艾琳还是一直都没有发现 艾琳就是住在隔壁的女生 美国人家你随便都会解到散弹枪 决定先来偷窥一番 来你看看哦 你再在找扫把 后面有个扑沙兔 那只扑沙兔 好像 我当初在玩的时候 一直期待那个扑沙兔可以转过来 我忘记他最后到底有没有转过来了 好没得看了 爱连去扫地了 电话 一定是我的达美乐要送来了 你跑哪去了 快快救我 如果你需要入场硬币的话 这里有 没有任何反应 哇 永动机电话真是太赚了 电话线被解论还是可以接到电话 但是 外面好像有人在扫地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艾琳在那边扫地 打美乐进不来 我的打美乐 爱连你扫地的声音好大声哦 他真的在扫地 你扫地的声音世界无敌大声耶 方圆百里都听得到 而且我觉得艾琳她扫地的声音 听起来跟猫咪拨猫杀的声音有百分九九像 来各位猫奴们 聊天室的猫奴们 你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去仔细感受这个声音 这个节奏感 有没有觉得 跟家里面的猪瓜在用力拨猫杀的时候 很像 不扫了 讲完垃圾话就不扫了 感觉像是用沙子在扫地 很像吧 就跟你们说很像 超像 没有错 有没有瞬间觉得好像家里面的猫 就是在剥猫杀 一模一样 再存一下 为什么要在人家的走廊前扫地 他可能在打扫公共区域吧 可能很热心 我的边向上面什么时候多的传单 我记得刚刚没有 想象到有点味道 想象到有点味道 我刚刚正在看以为A7E是 是在说 因为爱琳闻到男主角的家门口飘出了臭味 所以就开始来扫地了 走过的时候发现 诶 这个广山 好像有点臭臭的 还是来扫一下好了 变快了 刚刚蛮慢的说 哇哦 大姐安安 好像是假人 手上有个硬币 是说你面前出现这么可怕的假人 你内心毫无波动 诶 诶等等等等 要拿硬币吗 好哦 拿到硬币 这是地下铁的出入口 应该说地下铁闸门的硬币 在马桶上石化 好 好像有点像辛西亚 不是有点像他就是辛西亚 连独眼龙都看得出来 算了啦 也不怪他 他连看自己的照片都觉得说 诶 这个人是谁 那是你啊 大哥 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狗狗 解释完成题 对刚刚是他打电话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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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耶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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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么说 不就是畜生吗 怎么比较过我们人类的智慧呢 好哦 诶 诶 你们看他的手绘地图 跑步的样子实在是有点滑稽 门打不开 打不开 门另外一侧好像上锁了 那一定是宫崎英高上锁的啊 宫崎英高最喜欢从另外一车上锁 跑步跑跑 啊 这边上不去 他跑步好快哦 我现在突然觉得很感动 自从玩邪灵入侵的赛巴斯丁跟 玩了两款泥犀利我玩 玩到这一款突然觉得非常的感动 哇 跑步真是快 啊 我的这边又有狗狗 狗狗 狗狗 看来果然狗狗不管在哪一款游戏里面都是真正的Boss 这一带多了一种怪物叫Ghost 就刚刚那些鬼 那些鬼是不能打的 替琴总又来了 因为他们打不死哦 顶多后面拿到特殊道具可以把他们釘在地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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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种时候你来画地图真的是太强了 诶 诶 我放出去 他被关在电车里面了 18 华丽的从Cynthia前面跑过去 这个ghost他在颈椎不舍的时候真的很烦 有了 车厢超小 超级小 不是你不是要从那边过去吗 按照正常的理解 通常都是会觉得好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节列车里面了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走列车中间的门这样穿过去 然后直接去找Cynthia就可以 像师叔列车也是这样演吗 不是 我们沉默自救这个游戏不走老套 我们打开开关之后 要走出去 我们要走到外面去 走到充满 你出来了喔 安安 讲话啊 讲话啊 讲话啊你 为什么不讲话 他对我们完全无话可说 他对我们完全无话可说 Cynthia表示 我跟你无话可说 他一个字都不打算跟我们讲 诚 �$% 鲁鲁鱼 咳 чист 什么 Boss的又跟來了 我記得這個列車有點麻煩 有很多扇門都進不去 教室突然開來吃行的結果要看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很想看啊 每次我開來吃東西你們就特別興奮 剛剛外面人大叫一聲不知道在那裡幹嘛 一個箱子但是打不開 先看一下這裡有沒有什麼 怎麼一堆假人 誰在那邊開電衣Party 是不是有人在開電衣Party What 他其實在這邊擋路 在這邊擋路 曼塔坡晚安喔 先來吧 我們剛才給我們 我們是在那裡 我們就是在那裡 我們是在那裡 我們怎麼好 ihr 那個便宜 我們是無所謂的 我們是否有個房子 自己去 我們在那裡 我們就是要的 我們是否有的 列车里面真的很麻烦 他们走路的声音怎么好像踩在水上一样 咻咻咻咻咻 以前看这个晚上要做噩梦吗 不怕不怕 有现在不怕不怕 其实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觉得蛮可怕 但是现在就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习惯了 你们看他又自己在手动画地图 子弹 不是我要剪啊大哥 好哦 子弹是说刚刚子弹不就剪了10发吗 为什么还是10发 等一下我先画一下地图 新西亚吗 哦你把人家丢包了 哦老师有人把新西亚丢包了 对我记得我记得存档只能回家存 回家存一下档 你是不是要穿着这边 他穿着皮鞋从自己床上醒来 回到家里之后他就回血 还是说这个游戏没有回血的手段 因为我忘记了 之前玩这款游戏已经是太久之前的事情 穿着皮鞋在床上睡觉 赶快先来偷窥一下艾琳 艾琳暗暗哦 艾琳还没有回来 但是扑沙兔在 好像扑沙兔可以转头回来哦 缓慢回血 好我们写回完了 看一下看一下门外 RPG到店铺睡一晚就回满 对啊满像的 门外没有人 别人人 家里面只有自己一个人 邻居也不在 门外还是只有 门外一个人都没有 随着故事的进行啊 他家里面又出现很多灵异现象 我记得 有一个随机的灵异现象就是会有个头从窗外掉下来 似乎蛮精彩的 为什么一堆手掌 呃 这个跟剧情有关系 鞋掌印 目前15个还会增加吗 印象中鞋掌印会增加 那个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现在先不讲 对 这边可以 储藏一些道具 这巧克力牛奶好像也不是拿来喝的啊 他一副是拿来喝的样子 结果好像也不能喝 等等 我稍微查一下这个游戏的回血手段 因为我太久没有玩了 的确是有回血手段 就是跟以前一样生活爱干 但是不是这个 给别人喝的 OK 看来这一代的回血好像没有那么好减欸 我们可以喝吧 地下铁的钱币 地下铁的钱币应该是不需要 那总之先带着好了 我记得这一代要拿到好结局非常非常难 因为跟爱玲有关系 哇我家的厕所开始有自动环绕音效了 哇好棒啊好像百货公司了 觉得开心 来军无忧安哦 对爱玲很容易满身伤 而且美白很难耶 就网路上有加一些帮爱玲美白攻略 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难 所以要拿到好结局很不简单 像我第一次拿到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相较之下 百有四的爱试力还算是好对付多了 他顶多就是一个脱油瓶 但有时候他会帮你砸油灯 但是爱试力他跟结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送他去一美美白比较快 而且爱玲满身伤的时候 很像从隔壁棚的因果宝钻 对啊看起来很像被家暴耶 是不是突然觉得爱试力有用多了 对不对 四八四突然觉得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爱试 哦有子弹 嗯? 嗯? 啊啊 可可前來 欸欸欸欸欸 他在內障暴擊耶 夏流 在這個世界裡面 只有我可以內暴別人 沒有別人可以內暴我的 哇 竟然學會了內障暴擊 血緣詛咒來 對啊 可惡 原來是來自雅南居民 想不到吧 真的是內障暴擊 超煩的 雅南居民又要來了 對 我也懷疑宮崎剛有玩過這個遊戲 獵人夢境 You found yourself the hunter Welcome home good hunter 狗狗 狗狗 又是狗狗 狗 狗狗 狗狗 狗狗好煩 我這樣還打得到欸 Henry 我找到出口了 趕快來抽票口吧 狗狗好煩 是他 他來了 欸 狗狗 狗狗超煩的 Oh my god 耶 首先是 動物 怎麼樣啊 欸 對 我記得這邊有手搜 完了 走了狗狗來了手搜 手搜 手搜 這裡也有手搜 喔 兇 超兇 超兇 欸 太兇了啦 太扯了 手搜 超扯 只有鐵網 有鐵網的地方就不會有手 啊 兇 超恐怖 太兇了吧 啊 這一段路好長喔 超級長 WOW 哇 總覺得我在被他扒一下就準備要回老家了 啊 這手不踢好長 對 我記得我第一輪在玩的時候是手不踢根本就是噩夢 好了 手搜再見 我 我 我 幫他一下飛十公尺 對啊 比動物圓戰還要長 對 手搜可以可以 但是保險起見還是不要理他比較好 我記得這裡有個東西 哦 是子彈 好 呃 電鋸現在還不能拿 電鋸要等到森林的時候 呃 要等到森林的時候才能拿 被靈環身就直接電梯往下 對啊 誘惑的明板 哦 地上有一堆女性化妝品是新西亞的東西嗎 咦 不能直接這樣出去嗎 嗯 嗯? 為什麼出去? 你還好嗎? 這只是夢對吧? 這只是夢對吧? 我覺得我昨晚喝太多了 昨晚我大概是喝太多了吧 真可惜沒辦法給你撒鼻子 沒有內心給很多撒鼻子 我會死吧 沒關係,這只是夢 看來是被內臟暴擊了 還蠻像內臟暴擊的現場 胸口有16121 但現在 你無法做什麼 你無法做 那麼睡 你唯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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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是唱厕所变石头的那个人 对,他当广播的时候说他来了 有救护车的声音 外面好吵 不是啊,你不是应该去窗边看吗,大哥 为什么还在那边发呆 现在不是我操作,现在是那个 还在跑动画 想了30秒 头终的决定要下床 但是要先看看衣柜 上好的衣柜 没有任何一件衣服的衣柜 救护车已经走了啦,你这么慢 想这么久,天秤座是不是 天秤座也不会想这么久 吸太多,真的耶,应该是吸多了 刚起来要重开机 啊,有了有了 在地下铁入口周遭有救护车 难道是辛西亚吗 怎么又有几个没穿衣服走过去 是说地下铁入口处的那个西装大哥 他的头是不是粉红色的 天秤座错了吗 天秤座最棒,因为我也是天秤座 也对,这个天秤座越分到了 没有任何动静耶 或许是光头 对,没有错,或许是光头 但是这句话就不能解释 为什么他的头是粉红色的吧 怎么样 这个逻辑问题你们解得开吗 为什么 那个大叔的头是粉红色的 染成粉红毛 就跟你说是光头厚,还是粉红毛 戴着粉红头 为什么 为什么要戴粉红头套去上班 你们又在那边胡弄我 下一张 快点把他带去救护车 他胸口刻着数字 这该不会是 你在窃听警方无限电吗 救护车还在 有意思刚长出来 听到新长出来的时候是粉色 被你们越讲越猎奇 我们对面那个穿着蓝色西装 粉红色领带的大叔 我印象中他后来也有 接下来也会出现在游戏当中 也是角色之一 偷看对面的住户 对啊,这就是一个佛之偷窥游戏 然后偷窥完对面的住户之后 赶快再偷窥一下旁边的妹子 爱琳安安 爱琳安安 爱琳在家里面好像就是坐在床上 不然就是拿扫把去扫地耶 她好像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爱琳跑了 看了两秒就跑了 但是发现有佛之在头盔她 地上有字条 虽然教团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教团的精神依然存续了下来 教团,写教团吧 现在那个城镇上 习惯的事情接踵而来 我现在在调查两个人 正确来说 应该是一个人才对 在调查一下下 我就可以抓住真相了 4月8号 红色日记 天啊 都是写教 陈慕之秋 大致上就是跟写教我管 这什么声音 老伯 老伯腰痠吗 继 爱琳扫地说 现在是老伯托地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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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印多了一个 12345678 90 11 123 1416 哦 右下角多了一个新的手印 多了一个新的手印 大家都没想过要清墙上的手印吗 我忘记是因为手印清不下来还是 还是怎样 还是那个手印其实只有男主角看得到 你们看右下角多了一个新的手印 那个就是牺牲者的数量 每牺牲一个人墙上就再多一个手印 对是因为那个女生GG所以才拖出来的 拖出来的 这是大楼管理员啊 拖地拖还蛮认真的 好哦 起来先偷窥一番 对放一下道具 对之前已经牺牲15个了 对 地下铁的硬币应该可以不必再用到了吧 诶 刚刚有人订阅吗 A03 654948 非常感谢你的订阅哦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邪教大体来 带大家100分刷起来 感谢新朋友的订阅好不好 诶 推雪儿乐的 的通知音效还是没有出来 真的很对 真的很不好意思 感谢你的订阅哦 觉得少了订阅 发了一些通知好像少了些什么 不过应该是少了很多 希望等一下通知可以好 现在其他台有这种情形发生吗 还是只有我们台 其他台的推雪儿乐的那个 通知是正常的吗 你们现在如果有在一边看其他台的话 帮我注意一下好吗 你修理好 那个也不是我修不修理的问题 那个是系统问题 因为现在同时 同时三个系统都没有运作 系统备合沉默之秋而沉默 是什么 居然来这一招 少的通知变得好安静哦 哇厕所还是有环绕音效耶 太赚了吧 刚刚那一台是一定有跳出来 什么 所以只有我们这一台怪怪的吗 怎么会这样 诶 何故 完了 边缘台 边缘台被排挤了 完了 诶 何故 有意思吗 诶 难得 诶 难得 无意思吗 诶 疑忻 奇怪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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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穴好像变得更大 诶 森林来了 怎么一来就坐在地上 每次到一个地方都是坐着诶 你不是坐在手扶梯上 你就是坐在地上 不然就是坐在床上 诶 森林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拿电锯了诶 看一下电锯在哪里 电锯 然后 腰力很好可以瞬间直立 没有 他搞不好其实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木宣人 但是他只是在硬撑而已 因为他想说 我 我是个男子汉 你又在自己画地图 诶 那边也有洞穴 诶 那边也有洞穴 诶 这样也可以进去 对啊 他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诶 超级有空的 诶 那是蝙蝠吗 诶 那是蝙蝠吗 诶 地图系的 诶 抓到了 居然是地图系 诶 抓到了 居然是地图系 诶 抓到了 居然是地图系 诶 而双了 这个游戏的怪 如果没有解决 真的是很难躲耶 比黑魂跟血人还要难躲100倍 男主角强打王 看不出来是乌鸦还是蝙蝠 跑起来 跑起来 我记得沉默之丘2 他第二轮也有电锯 然后是插在森林里面的树上 所以不知道四代电锯是不是插在森林里面的树上 或许他的亲密是画地图 男主角表现耶 终于可以画地图了 怎样 你是挪在森林里面的那个人吗 挪在森林里面男主角的大学室友也是一个超爱画地图的人 诶 等等 电锯好像在刚刚那个地点 对 前面有个人 我们等下转发来 lone人 有关 不然 全部 不是 有关 店 有关 有关 这里应该是有电锯 以为是开地图后一笔一笔画 没有耶 他是在一边跑的时候一边就画了 只是因为动作太快 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没有办法看错 在这里在这里 电锯 电锯安安 请问你要拿电锯吗 当然要拿 耶 好哦 耶 这电锯行不行啊 完全不能拒束啊 大哥我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是没有办法当我们的拔木工 行不行啊你 好废 好废 什么上面这段文字是什么 是一些他看不懂的字 你拿着电锯连树都拒不了 哪里现在又跟我说 自己是一个文盲 好 好哦 好废 小废物 史上最无杀伤力的电锯 反过来说就是史上最安全的电锯 俗话说得好 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最安全的东西 所以电锯其实是最安全的道具也是 很合理的 Volget 果真是一五四处 哨时不读书 长大拿电锯 真的呢 各位 各位要引以为替啊各位 引以为替 引以为借 各位要引以为借啊各位福分们 安安 可以锯他吗 他说 这个石头是我先找到的 他说这个石头是我先找到的 那 这是一种跟死者通讯的仪式 那些人说这个叫圣母之言 以前曾经用过这个圣母之言 那些人就在前面那棟建築物裡面 那些人就在前面那棟建築物裡面 他們在建築物裡面舉行一些奇怪的活動 以前找來很多孤兒好像做的一些事情 你講完了嗎大哥 你不覺得這個石頭很詭異嗎 先劇再說 一言不合就開劇 好歐 完全沒有溝通的打算 完全不給溝通 是說那個大哥要講完話之後就不理我們了 聲聲不要 勸你們是不要這樣子逼我 跑起來跑起來 突然覺得這個遊戲變得好歡樂 一歡樂起來肚子又餓了 先給他一瓶啤酒 媽咪 怎麼會變得好 我先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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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狗弓来试试电锯好了 你怎么锯不到啊你 请问这个杀伤力跟铁馆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跟铁馆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一毛啰狗狗 凶 你在去哪里 完了 小废物所操作的电锯好像毫无任何杀伤力耶 他锯了大概10下 结果狗狗们还是活蹦乱跳 行不行啊 被我拿电锯了 可是电锯好像有点废 对 这时候也难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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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在干什麼 請問你在對回家路干什麼 吃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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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我 刚刚有狗狗的时候你怎么不威风一下 来啊,再来啊再来啊 是在干什么 对,那是待机动作